好 财经交点的部分呢 美元的部分续强 欧元继续疲弱 而英镑接近了历史新低 全球的气候异常 这些导致农作物的价格飙涨 其中呢 又给咖啡还有棉花的涨幅是最多的 至于在贵金属这个部分呢 则是持续的下探 今天我们续续邀请到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讲师 王永明 老师晚安 老师 今天美股开盘 看起来状况跟昨天是有点类似的 四大指数都在平盘附近呢 不断的震荡 今天开盘重点 高发时间交给你 我想这几天在平盘附近震荡 当然最重要原因是星期五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又要再发表一次谈话 那这是预期 因为在鹰派跟鸽派之间 要去拿捏一下股价跟物价之间 到底要怎么去平衡 比较好 那当然在最近 也因为上个星期四 FOMC的关系 那美元持续的走强 那欧元最近真的是一败涂地 今天一直在1比1以下在排外当中 那英镑也在历史新低的当中 那当然这个欧元区跟英镑区 两个不同的结构体 它们不同的历史背景跟货币政策 但现在对英国而言 货币走跌反而是一件好事 好像这对英国的出口商 中小企业的这个金出口商而言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英镑似乎比较乐于接受现在的局面 那只是目前理论上美元走强 大部分的原物料应该走跌 那所以贵金属走跌是很正常的 农作物反而走强了 这就不太 这就有点奇怪了 那农作物最近 因为全世界缺水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欧洲也好 四川也好 大多数的这个产地目前都缺水 也导致了目前农作物完全不甩美元 以前美元走强应该掉下来的 现在完全不甩 供需其实真的讲蛮严重的失衡 那咖啡跟棉花今天涨幅高达四个百分点 也在这个对未来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指数 又贡献一些心力 当物价指数这个持续飙高之后 又会引发美国联准会 又想进一步的升息去压低这个物价 所以这件事情一旦真正成 一旦落实之后 对整个股市而言 又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想这本身有联动的关系 一直都是这样正面负面在交扰当中 那所以目前全这些股市都要在 在比较盘整阶段 希望在星期五听到鲍尔 对鹰派跟鸽派有个最终的一个决定 那现在看起来 整个各国当中以强势国而言 像特斯拉就涨的比较多一点 那另外INTU这个做财劫资讯 今天涨了六个百分点 另外Netflix已经很久压抑很久 今天涨了两个百分点 那相关于跟台股比较联动有关系的 晶片厂商像AMD NVIDIA和INTEL 今天普遍也都在下跌当中 相信对明天的台股而言 电子厂商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我们棚内主播 好的确就像老师说的 因为鲍尔将在周五又要发表谈话了 势必到时候也会影响到台股的表现 至于台股今天呈现了区间震荡的格局 早盘试图挑战季线 接着卖压涌现拉回 中场台股收在平盘附近的位置 小跌了26点 目前台股继续做多空拉锯 而短线的量能依旧稍嫌不足的状况之下 台股是保守看待 目前市场认为美国联准会9月份升息升定了 那老师这对于台股后续来说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主要就是美元吸金 这美元一旦吸金 这个股市没有活水 当然要涨上来的动能就差很多了 那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新台币会又跌到30.27 进一步看到很多美系的资金 把这个抛售台股汇回美元去了 所以今天成交来萎缩剩下1800亿附近 那整体而言我们看到航运也不佳 半导体也疲弱 连过去几天蛮强势的IC设计族群 今天涨势也受到一些阻碍 所以整体而言台湾股市可以说 大型全职股目前都没有比较难以脱困 在这个缺少资金动能情形之下会比较困住 那要看的就是小型股 小型股像生技产业 最近都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 一方面也因为疫情上升 二方面生技产业又美国FDA政策的加持 这两个条件之下 最近生技族群表现一直都相当不错的 那么反观钢铁跟电器类的族群 今天还蛮意外的 今天意外的上扬 这部分其实要提醒投资朋友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国外的期货价格像钢铁也好 电器类比较像是铜价也好 不管是钢铁铜 最近工业金属的价格都普遍下滑 所以如果国内的这些产业 跟国际期货也脱过的时候 可能投资朋友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国内的这些类股 有稍微操作上头要稍微比较谨慎 那个股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 值得投资朋友关注的 包含6550的北极新药业 再创新高 在我们节目中的大红牌 北极新药业再创新高 那么塑胶业跟化工业 我是值得可以列入观察 像1708的东减 13100的台本 在目前整个盘面偏弱情况之下 那这些族群都能还有不错的表现 那也表示了这个石油业 对未来而言 还是一个国际间法人 蛮认同的一个产业 我想也提醒投资朋友 可以列入观察当中 那么这次台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还彭源主播